全民大悶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画面的右上方呢有一个穿着咖啡色衣服的男生 他今年呢也不过27岁 他的名字是孙乐心 他就是全民大悶鍋的制作人 其实全民大悶鍋的创意呢 他们绝对不是天马行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字 其实就是每天早上呢他们会看报纸 读新闻所记下来的记录 很难想象吧 在台湾这么有人气的节目背后 居然是一个这么年轻又多元的团队 下午3点进入全民大悶鍋创意赛的第二阶段 你看到画面左边那个人了吗 他是谁呢 他就是纵横台湾30年的电视才子王伟中 我们都很好奇其实全民大悶鍋到底想要对台湾人说什么 王伟中说他做节目长久以来就是要反映社会问题 晚上7点开始录影了 猜猜看今天是谁最早来 答案是郭子谦 郭子谦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演员 他说呢基本上太帅跟没特色的人他是不模仿的 对他而言模仿其实不是百分之百的想象 但是要全力的揣摩表现出一种对观众的诚意 好看到这张照片哦 大家一定都很想问是谁想到要模仿张国志的 答案就是王伟中 因为他有一天转电视发现 天哪怎么可能有人可以对着电视听个这么久呢 其实在全民大悶鍋嘻笑怒骂的背后是非常严肃的 因为在我的采访里头呢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郭子谦他一遍又一遍在顺着稿子 全民大悶鍋里面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就是 台志源他很可怕 每天一定看十份报纸 连全民大悶鍋的化妆团队都非常的年轻 那他们呢就会拿着本尊的照片仔细的帮演员化妆 当演员们进棚化妆呢 他们还会针对下午的创意提出建议哦 那你看看在画面的右边他就是阿肯 阿肯他说啊在全民大悶鍋里呢 演员也是编剧 快要录影了 可是大家都在问呢 全民大悶鍋到底有没有剧本 答案是没有 那平常呢他们就是靠基本功还有临场反应 倒数30秒现场action 全民大悶鍋告诉我们 原来大神牛不是一天养成的